另外带你看到片香地区有许多的传统产业 因为人口外流而落寞 那么为了要找回产业的价值 凤林镇公所积极寻求在地小农的意见 希望借由轻农的力量及视野 运用工部门的力量重新定位出发 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变化过去十年来 大量人口随着就业机会前移至大城市 因而使地方发展不均产生恶性循环 加上人口结构走向少子化高龄化的极端 缺工的情况之下在地产业发展也就岌岌可为 那当初也是因为觉得说小时候的记忆 有这些农作物那一个一个没落掉 然后从早期的几万的人口到现在这样一万出的人口 其实这个落差其实是蛮大的 就是说几十年就是我们成长的经验来讲 生命经验一直在人口一直在递减 那我是觉得说如果这个产业上一直在没落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问题如何去 去找一个失利的点去做 过去多数国家发展计划未能对症下药 对于偏远乡镇容易沦为无感施政 镇长林建平积极走访在地产业由上而下 了解地方的需求发展优势与困境 找出地方的DNA发掘在地的独特之处与产业进行结合 除了你自己要营运之外你怎么样去辅导农民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增加农民的收益 我们的产销的结构 我们的缺工的问题 那我们还有一些极端气候的一个发生 让所有的从事这一块的青年们都相当的辛苦 那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奉领 客家文化级想用四级方线来呈现 那我们也希望导入我们的青农 他们所种植的一些的农业的产品 那我们希望借用农业产品的展售 虽然只是农业产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客家的年轻人 回来乡下之后 在这个那么艰困的一个产业别里面 他们那么多年来 还是不会辛苦的持续的一个坚持 坚持在他们的耕作 对土地的友善 虽然他们的收获 他们的所有的过程强辛苦 但是他们坚持一种 应景的客家的精神 希望最终能够达到 他们把他们所要呈现给这块土地 呈现给妇女这一个 这个地方所有的一个精神 只有在地人最了解 要如何振兴地方的产业发展与商业模式 让家乡就业成为青年人口的选项 如此一来 忍受都市的拥挤与高房价 不再是成为大家不得已的唯一选择 记者凌杰凤林郑 采访报道 大家好 在农村里大跨 未经许ka 未经许ka 颈掌桶 呢